北京时间,12月22日,NBA常规赛继续进行,尼克斯主场,迎战活塞。面对全联盟倒数第一的活塞,尼克斯优势明显,并在第三节,一度领先22分。活塞不断追分,在末节追到过差5分,但沃克连续得分,稳住局面。最终,尼克斯,以105,B91,大胜活塞。 数据统计,尼克斯,傅尼耶22分,沃克21分8篮板5助攻,兰德尔,21分11篮板,罗宾逊,17分14篮板。活塞,被15分7篮板,约瑟夫15分,迪亚洛10分,斯图尔特,9分11篮板,今年的NBA选秀状元,堪宁安,13投2中,2把全中,得到7分9,篮板8助攻,力16分,莱尔斯13分。 本场之星沃克,拿到21分8篮板5助攻,活塞的第4节追分时,是他连续看分为,尼克斯稳住局面。 高光镜头诺埃尔送大帽,罗宾逊,补扣罗宾逊,空接暴扣比赛,回顾手节比赛,斯图尔特,造拔球杀伤,兰德尔中投得手,约瑟夫,和迪亚洛,连续取分,堪宁安中投得手,沃克回进3分球,两队打成9平。 活塞此后打出5比0,尼克斯突然找到状态,反打了13比1的攻击波,另为活塞直逊,密切尔·罗宾逊,起飞空接暴扣。 首节打完,尼克斯24,比17领先。 第二节,伯克斯拉赶上篮,杰克逊抛投取分,力抢断沃克后暴扣,尼克斯,请求暂停。 暂停过后,密切尔·罗宾逊,完成补扣,接着,又是空接灌篮取分,为尼克斯,稳住局面。 约瑟夫和北连续得手,兰德尔,打成2加1,傅尼耶,两次3分命中,迪亚洛,接连完成两次抢断暴扣。 约瑟夫和伯克斯,对轰3分球,霸场结束,尼克斯,48,比37领先。 一边在战,傅尼耶,兰德尔,和沃克多点开花,密切尔·罗宾逊,送出空接暴扣,尼克斯直接一波13比3的攻击波,将分差拉开到20分之上,最多领先22分。 看宁安,两拔权重致血,斯图尔特,打成2加1,约瑟夫三分远投命中,活塞逐渐缩小分差。 沃克连头待罚,莱尔斯,则在本节后半段,成为活塞骑兵,吉布森,打成二次进攻,三节结束,尼克斯80-69,依然手握11分优势。 最后一节,尼克斯的塞尔登,和沃克,各有8灰,活塞连续砍分,追到差7分。 塞尔登两拔一中,利空接暴扣2加1,活塞落后5分。 罗宾逊报扣,傅尼耶投中3分,尼克斯,重新领先10分。 两队对标,沃克连拿5分,带领尼克斯,扩大领先。 被投中3分,活塞最后3分钟,依然落后12分。 被连续列活塞凯分,沃克荷兰德尔,内外开花,尼克斯最后不到2分钟,领先13分。 活塞无力缩小分差,比赛失去悬念。 最终,尼克斯击败活塞。 球员平分尼克斯,沃克,9.9,傅尼耶,9.6,兰德尔,5.2,伯克斯,6.2,诺埃尔,7.6,罗宾逊,9.9,活塞。 被,4.5,凯尼安,3.5,斯图尔特,6.6,迪亚洛,9.0,约瑟夫,7.7里,7.7。